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我是张浩 双十一啊 我表姐给我的小侄子买了地垫 本意是为了她不至于磕着碰着 结果收到货 那地垫的味道老上头了 大人闻着都晕 根本不敢给孩子用 哎呀 新买个快递 这啥味啊 什么玩意啊这是 当时我就想给小侄子换一套健康无味的产品 结果翻遍全网 几乎所有同类产品当中 评论区都有人吐槽气味的问题 这我就疑问了 这些地垫真的是安全的吗 我从各大电视平台购买了八款儿童地垫 分别是低价位的明德 九州路 中等价位的星期八小卢佩奇 肺血和ENE 以及高价位的曼龙和babycare 送到了具备国家认证资质的 北京京畿分析测试中心实验室 进行有毒有害物质检测 结果比我想象中还要夸张 八款产品里 有一大半产品都检测出了问题 味道刺鼻的地垫有什么危害呢 一开始我们基于玩具安全官家标准的要求 对它们的六项增速剂进行了检测 结果八款产品里全部符合国标要求 包括闻着气味就很大的九州路和ENE 这些产品没问题 我肯定是不信 于是我和我的同事连夜研究了欧盟 法国和中国台湾省对于儿童地垫的相应标准 发现了一项国标里没有的重要指标 甲鲜鲜 什么是甲鲜鲜呢 它又被称为鲜基甲犬 这个名字已经透露了很多关于它的信息了 鲜有强烈刺激性气味 甲鲜有明显的毒性 长期接触有致癌的风险 甲鲜鲜的危害在任何搜索引擎上都能查到 当然抛开计量谈毒性是没有意义的 欧盟法国和中国台湾省的儿童地垫标准 已经明确给出了甲鲜鲜限值 每千颗产品中不超过200毫克 于是我们又把样品送到了具备相关检测资质的 中国海关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进行了关于甲鲜鲜的全面检测 结果比我想象的更可怕 八款地垫全部检出了甲鲜鲜 按照每千颗200毫克的限制要求 其中有五款产品甲鲜鲜含量超标 超标最高的ENE 甲鲜鲜含量达到了限制要求的八倍 而ENE是淘宝销量最好的儿童地垫产品 其他几款超标产品中 单看评价数量九州路有17万 明德有12万 就连小竹佩奇也有3.3万的名价 很难想象我们周围到底有多少孩子 在使用着这样的危险的地点 当然多花钱也不一定能逃掉甲鲜鲜的危害 价格200名以上的babycare一样超出了标准 价格高端宣传也非常完善 商品香茄业还特地标注了甲鲜鲜合格的饲养 更讽刺的是 我国二童地垫团体标准中 其实规定了甲鲜鲜的限量值 而作为团体标准的起草者之一 明德这个品牌自己的产品就超标了2.6倍 我建议厂家的负责人自己给自己几个大嘴巴 甲鲜鲜遇到高温会释放氨气 它会导致孩子皮肤过敏 流泪 胃光 眼睫毛充血 咽痛甚至呼吸困难 况且查阅文献后我发现 甲鲜鲜挥发速度非常慢 它对孩子的伤害是慢性的也是持久的 如果你家不信买到了问题产品 我建议大家立刻更换 也欢迎你将家里的地垫的使用情况反馈给我们 我们会把你的真实体验分享给更多的父母 大家联起手让问题产品无处遁形 地垫还能买吗 该怎么买呢 儿童地垫市场乱象丛生 但对于父母来说 地垫又是刚需 那甲鲜鲜检测合格的地垫里哪款更好呢 在通过测试的三款里 慢龙整体表现不错 拼接紧密 有防滑纹理设计 孩子不容易打滑摔倒 表面有附膜 吊上脏东西也好清洁 但它最大的问题是贵 6片装的要200块左右 算下来每平方米要105块 废雪的整体表现同样不错 一套是59元 一共9片 但单片规格小一些 拼接好是90厘米乘于90厘米的正方形 价格比慢龙实惠些 算下来每平方米大约73块钱 它不如慢龙的地方在于厚度太薄 只有慢龙的一半厚 跟往常一样 评测结果出来后 我们会尝试联系评测结果好的厂家 为大家争取一些优惠价格 所以我们联系了废雪和慢龙 和慢龙谈到了不错的价格 12月18号之前 在慢龙天猫旗舰店 购买任意一款地垫 跟客服报上皇家评测的暗号 都能享受八折优惠 价格比双12还要低 至于废雪 我们也联系了各个渠道 很遗憾 厂商没有合作的意愿 不过现在正值双12 价格也是全年最低 有需要的可以去废雪官方店铺去看一看 星期八我们就不推荐了 它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附膜 容易吸附灰尘不好清洁 同时它的弹性也不如慢龙和废雪 不建议大家购买 当然如果你想选择其他产品 我给大家总结了选购指南 这份指南综合了本次检测的结果 地垫历年抽查情况的调研 以及生产企业的咨询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也希望你能够把这份指南 扩散给身边需要帮助的朋友 第一点 尽量买整体式或折叠式地垫 市面上售卖的儿童地垫 分为整体式 拼接式和折叠式 整体式地垫中 假仙安的使用率要远远小于拼接式地垫 检测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假仙安超标问题 主要存在于拼接式地垫中 第二点 尽量避开EVA材质 拼接式地垫中主要有XPE PE和EVA材质 一般在商品包装和商品详情里 都可以找到 EVA材质价格虽然便宜 但却是假仙安超标的重灾区 我们不推荐给大家选择 XPE材质地垫走高端路线 有质感 价格比较高 但不能保证完全安全 例如我们本次评词的BabyCare PE材质最安全 但也有些小毛病 例如表面比较滑 容易被抠或不耐用 第三点 选择表面有附膜的产品 更易于清洁 有防滑纹理的不容易摔倒 最后总结一下这三点 记得截图保存 分享给需要的人 为什么有毒物质会出现在儿童地垫里呢 最后我想和大家聊聊 为什么这些问题儿童地垫 可以堂而皇之地上市售卖 开头我们提到 我国儿童地垫企业所参考的标准 都是GB6675儿童玩具的标准 对于儿童地垫这个细分的品类 没有针对性的标准 没有标准 自然无从监管 也就是说 不管企业生产的地垫 含有多少假仙安 我们都不能说它不合格 这也就是为什么 前面的所有超标都被我打上了引号 监管圈位下 企业野蛮生长 暴力催生乱象 为了降低成本 使用低廉的发泡剂 但恶果却要孩子们来承担 在此 我们又呼吁社会各界 能够重视儿童地垫的安全问题 早日制定相关标准 倒逼厂商提高安全标准 不要用孩子的健康问题 来换取行业利润 好了 本次评测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你觉得视频有用 别忘了转评赞一波 你的支持对我很重要